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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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执着了这里面的 这个时空的东西才来的 那儿有个孩子我过去吧 就是我们活回自己了 生活有什么用呢 先做你 最起码你知道你是谁呀 你活了半天活别人了 你都不知道你爱自己 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唱他唱的声音哪个是你呀 你说你爱自己 你说我们要做自己 是些自我价值 每分每秒你都在变啊 清澈代谢不在变吗 每个细胞都在变 念头都在变 你告诉我上一秒的 你跟这一秒的 你已经在变了吗 那哪一秒是你呀 你爱哪一秒的自己啊 是吧 你找不到吧 假的吧 所以爱自己那些 找到那个永恒的东西嘛 你找到自己 在佛学里面 把这个找到永恒的自己 叫明星见性 见到本来面目 就是禅宗里面 见到本来面目 见到自己 本来的自己 好 然后呢 再爱自己 为自己而活 帮助他人 就是这样啊 你连自己都不知道吃谁 你还怎么爱 爱什么 爱也不靠谱 爱爱就害了 你知道吗 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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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来送 老师按照您的这个说法 那佛说佛度有缘人 嗯 那成佛的这个佛 是不是他来度有缘人 实际上也就度这生生世世 生生世世世的这个兄弟生 是啊 是有这个概念 是啊有 甚至仇人 所以 也是缘嘛 是你吃过的一切 今天能做的这个地方 吃过的一切 虾米 我们能在世里面 能接触到的 那都是缘吗 都是缘 老师坐在这里 我们可能很多事 都是缘 都不是简单的关系 不简单 什么叫不简单 就是都不是 就不是紧紧路过而已 就是不是一个路人甲 跟路人蚁的关系 有可能是很深的关系 没有路人甲路人蚁 只是你不知道 是你每一世都分别 每一世都认为 有我的跟 我的 爱我的 我爱的 每一世都局限在这个我的 你觉得这个我的里面 这个圆满重要的 其他的都是路人甲路人蚁 是 我刚才说的话的意思 我就是说 突破这个小我 可能在座的这里的所有的人 可能都是亲人 生活里面的人 都是 世界所有的人都是亲人 比如说 我跟你有关系 我上一次跟他有关系 比如说 他又跟他上一次有关系 他又到 这串来串去全世界都有关系 是吧 嗯 这是哪个没关系 你说哪个没缘 你跟一个人有缘 就跟他周围的所有人有缘 因为跟他有缘的 你都有缘 所以要大慈大悲 就是说 你不得不大慈大悲 是啊 如果把自己当佛来看 本来是佛的话 那就必须大慈大悲 你要不找众生像 然后呢你会发现 这个宇宙的所有的世界 无量无边的世界 宇宙的一切 只要你分别出来 都是你的心啊 所以你要是佛的话 是你的心成佛了 所以众生都成佛了 那就叫大慈大悲 你的心 因为每一个众生都是你的心 包括无缘之人 但是你只是度的时候 无缘不好度 但是无缘也在你的心的范围之内 不是说没有 那只蚂蚁也在 宇宙的一切都包含在你的心里 你的心是无处不在的 怎么可能不在无缘那儿呢 在魔道也在无缘那儿 在哪儿都在哪儿 老鼠洞里也在 因为你的心嘛 你的心是道嘛 无我的道嘛 无形无相 我们一说有个心 大家就认为有个心 这个心好像有 像什么东西 总会想象它像 但是这个心是真空啊 无我的真空啊 属于有恒啊 没有可坏的东西 但是不是虚空啊 这个就很难理解 但是无我又不是虚空 也不是否定一切 但是我觉得最能代表这个 无我的空的 拿零来表示 我觉得比较 拿数学来表示 这个零 零是个数 但是它什么也没有 但是零是个有 但是什么代表没有 你知道吗 零是个有代表没有 但是 在一个坐标轴里边 这个零 这边你只要加一叠出源 加个一 加个二 加个三 你在一后边加零 你加了一串零 越加你的 从车上的钱越多 是吧 但是什么也没加 你加一个零也是没加东西 加一个零也是没加东西 但是为什么 从一后边只要零越多 那个数越大 只要加一个元 这个零就变成有 本来这个零啥也没有 但是加一出源 但是这个 这个有点不是 不缺钱的能够表达空性的意义 空性因为你加的那个一 也是个错觉 缘起是个错觉 但是这个我就说 这个零呢 它是个素 它是个有 但是它代表没有 比如空性也是 空性是个有 但是它啥也没有 代表没有 没东西 没有你想象的任何名相 名字 什么也没有 过去的就不再想 不管你前一事 或者上一位就是我 就这一分钟 因为本质上它是个错觉 所以你要回到零的位置 你不能想 所以你回不去啊 你就加0.1你都回不去啊 你一直做一个一点点微乘 你都成了0.001了 回不去啊 回不到中间这个位置啊 你是为了成道而不想的 当你成了道以后 你尽管想 你所谓的想都是令你做什么 那成了再说嘛 但是你要了解这个见地嘛 怎么回去啊 怎么回到你的本来位置 我一直想去啊 那是真正的理 那是真正的理 剩下生生事实 都是投影 你在死空的投影 不将那个入学器 投影出来 但那个投影是个错觉 是假的 嗯 成说以后 就像你跟佛说的 经文里面讲的说 欧欠男子人 欧欠女人 就是 就是我想怎么样 就是我一个念头 然后就实现了 然后 心想师承嘛 但是这个是神通了 神变了 那现在天人就可以做到嘛 这些不需要修嘛 你现在做点善行 死了以后 投胎到天道 天道就有无神通了 到极乐世界也有无神通嘛 天生下来就会 就心想师承 你还会死的 就算你法力无边 你还会死的 但是 当你成了佛以后 你就可以不生不灭 有恨 就涅槃境界 就不生不灭 记者 不灭是因为不生 不生 自然而非 我生意 今生会 还没有 你能怎么看 我